我一开始看那句事情真的不像我母亲 但现在看这句事情确实像我母亲 我也不知道要后悔还是 反正一定会觉得不伤心或难过 还以为圆满了母亲的事情 唐志平的身心状况会稳定一些 但是看起来还是颇令人担忧 他日前现身在新生南路上的台北清真寺 整个人无精打采倚着墙壁休息 时不时还会摇头晃脑 他休息一阵子后便起身穿上拖鞋 踩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盥洗室梳洗 随后唐志平和朋友会面 朋友对记者透露 其实唐志平目前状况不错 同时希望外界给唐志平多点空间时间消化 之后朋友就带着唐志平用餐去了 我想跟中华民国的媒体们说的是 因为这两个月的媒体 一直对我的报导是说 我不认我那句事情是我们亲 然后好像我不笑这样子 其实我认了的话我会受险 大概几十万我也不知道多少 然后对我是有一些好处 那我现在确实我看那一部那句诗题 是我母亲 那其他的我母亲的东西大概处理一下 我觉得很快我就会搬家 然后我也跟产品说了 接下来等我搬家事情处理完之后 把我妈妈的遗物一切都处理好了 那我们可以跟媒体朋友们再来约一次 比较开心的 关于未来工作的方向的一些探讨 好吧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